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生活当中往往因为工作环境等多方因素 儿女不能时时刻刻地陪伴在父母身边 这个时候很多老人 无外乎就是请高保姆住养老院 一来可以给子女减性负担 二来也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个依靠 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两个老人 他们选择的养老方式却是很新颖的 李大爷今年八十岁 老伴多年前因病去世 后来他就搬进了唯一的女儿家生活 不过在和女儿女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觉得很不习惯 女儿女婿都要上班 外孙要上学 他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所以他在女儿家住了一年之后 就回了自己的家 姑娘今年也四十多岁了 平时上班就忙 外孙这几年上学也是拐件事 他每天回家都忙都不行 要不有多少时间陪我生活 再加上有女婿 虽然对我也挺好 总是不方便 回家之后 李大爷的女儿李曼不放心 就和父亲商量 想雇个保姆来照顾父亲的生活 可是李大爷坚决不同意 当年住呢 给他请一个保姆 他也不会做饭 也不会收拾家 毕竟也年龄很大了 可是他呢又觉得费钱 就想了算了 他一个人住呢 给他请个小时工 至少生活起居呢 照顾他一下 为了让我放心呢 他也同意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李大爷也希望 能有个人 时常陪在身边说说话 白点没事就出去溜溜玩 跳跳舞什么的 小区里黑的老年人 一样都说上话 也会觉得有谁忙 觉得时间还过得挺快的 李大爷说 每到晚上回家之后 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 他就觉得非常孤单 一天 李大爷正在看报纸 突然 报纸上的一则信息 吸引了他 是一个整须启示 上面说 要找一个 带谁老人共同举注 何早养老 李大爷说 刊登这则启示的 是一个年龄 和他相访的老太太 姓胡 心动之余 李大爷充满期待地 和胡大妈取得了联系 经过一番沟通 李大爷了解到 胡大妈和他的情况 基本相同 胡大妈也有一个女儿 之前 胡大妈一直跟着女儿生活 帮忙给照顾孩子 现在 孩子也上了大学 闲暇之余的胡大妈 就考虑起了自己的老年生活 虽然李大爷和胡大妈 都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为了让女儿放心 还是把他们准备 合作养老的事 告知了各自的女儿 也希望得到女儿的支持 作为姑娘呢 看到老爷子这样的心态 我不放心她 毕竟一张报纸 所以我就陪她去见 在李曼确定了 胡大妈的家庭情况 并且胡大妈身体 还很健康时 想到以后 能有个人 时刻陪在父亲身边 她也可以放心不少 当下就同意了 这边 胡大妈的女儿 在知道母亲的想法后 也做出了表态 刚开始 我妈发这个启示的时候 我也知道 不过在她告诉我 已经找到合适的人 和她一起生活 我还是比较惊讶的 毕竟时间太短 我怕她被骗了 胡大妈的女儿孙茜 和李曼有着同样的想法 之后 还找人对李大爷 做了一番调查了解 这才放心 同意了母亲和李大爷 共同养老的事 李大爷和胡大妈 见面之后 对彼此都还比较满意 再加上两人都觉得 对方的家庭情况 比较简单 也不会给他们造成负担 而且两个人 都有退休金 随即就决定 共同居住 相互照顾了 不过 毕竟是半路结实的 互相又不了解 这以后生活当中的 各项开销 谁来出 涉及到的钱财 又该怎么划分呢 这可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孙茜和李曼觉得 因为李大爷和胡大妈 只是共同生活 并不是夫妻关系 最好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经济问题说清楚 作为两家人的子女 想着就一块见个面 两个人把这个 红签的这些 就是约定 先约定一下 毕竟 关系到经济呀 什么的 会发生争议 毕竟是两个家庭 所以就写了一份 红签约定 有了协议的话 以后就算两人 要终止这段生活方式 也不至于麻烦 接着 在李大爷和胡大妈 两人女儿的见证下 双方签订了 合作养老约定 约定为 一 双方既非夫妻关系 也非雇佣关系 儿戏 结伴合作养老关系 二 双方各自 从养老金中提取部分资金 组成双人养老基金 专用于共同生活支出 每月的基金基于部分 用专户存入银行 以备以后不足等 协议签订之后 李大爷和胡大妈 就开始了 共同养老的生活 李大爷和胡大妈也说了 那段时间 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 一块做饭 一块买菜 一起晨练 一起聊天 等等 似乎生活一下子 就变得绚丽多彩了 不过这话说回来 生活只要是涉及到柴米油盐 多多少少的 都会有那么点摩擦 更别说李大爷和胡大妈 这种搭伙过日子的 就在两人共同生活 没多久之后 问题随之就出现了 还是最近感觉到 每月的钱花得很快 钱嘛 说实话 也不是个什么大事 当时听他说 要被理财 只要用钱了 这卡就行 我就给了他 他开始就是买点小东西 我也没在意 我是黄西的钱 不是那话他得下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李大爷和胡大妈 也不再像刚开始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那样有心劲 两个人开始了平淡的生活 接着 因为生活中的各种花销问题 两个人产生了分歧 他总是什么花钱多 但是我也拿出了不少钱 我平时花销就比较小 但是最近感觉到 每月的钱花得很快 也不知道花到哪儿了 李大爷说 胡大妈虽然身体还算硬朗 但是她有高血压 经常买药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再加上胡大妈喜欢去跳舞 时不时要买一些衣服和装饰的东西 而这些费用都是从他们的 共同生活费里支出的 虽然他们之前在约定里写了 各自从养老金中拿出部分资金 作为共同生活支出 但是却没有明确说 各自拿出多少合适 作为我们子女吧 总觉得既然生活到一块了 老两口过得也挺和谐的 毕竟钱嘛 说实话也不是个什么大事 只要商量好就是能解决着 我觉得老两口的工作呢 协调协调都不是事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大家也都觉得对方挺好的 我说不行 那就再把约定细化一下 再写一个补充的约定吧 相较于这种小矛盾 李大爷和胡大妈呢 还是比较珍惜这段时光的 谁呢也不想轻易放弃 对于女儿的建议 两人也欣然接受 后来李大爷和胡大妈 对两个人的这个养老基金呢 也做了细化 为此还签订了补充协议 是这么约定的 李大爷胡大妈 每月分别出资两千元和一千元 相互存入对方的银行账户 而这个呢均由胡大妈来管理 自从有了这约定 我没多方法给他打钱 日子过得也挺好 约定的也挺好的 平时家里的家务他做的比较多 我多出点钱也是应该的 有了这个补充约定 接下来李大爷和胡大妈生活的 也是相安无事 而就在两人生活了三年多之后 胡大妈因理财需要 与李大爷又签订了一份协议 双方约定 从协议签字之日起 明确胡大妈借用李大爷的银行卡 并自设密码自担风险 在此之前的卡内资金 归李大爷所有 在此之后的卡内资金 归胡大妈所有 胡大妈因此也取得 李大爷尾号为3596的银行卡 当时听他说要被理财 我还缺他说有奉献 但是他还要解释 又说奉献他自己成台 只要运向我的卡就行了 我就给了他 胡大妈在拿到银行卡的当天 就从自己的银行卡里 一次性转入李大爷 尾号为3596的银行卡20万元 之后这张卡也一直由胡大妈保管 李大爷也就再没过问 两个人也照常生活 直到一年之后 李大爷迷恋上了买保健品 他开始就是买点小东西 我也没在意 后来买的东西越来越离谱了 花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我去他他也不听 就因为买保健品的事 胡大妈还专门告知了 李大爷的女儿李曼 希望他可以开导开导父亲 阿姨跟我说了 虽然我不相信 但我心里一直在犯嘀咕 我就想回家看看 到底是啥情况 结果进家一看 发现柜子里 一柜子的药 还买了什么保健的 做按摩的仪器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李曼觉得得和父亲去谈一谈了 得知父亲近期在小区 和其他的大爷大妈聊天的时候 突然听大家说呢 有免费的东西可以领取 而且每天只需要去广场上去做一做 还有贴心的服务和小礼品 之后呢 父亲是只要没事就过去 时间一长 再经过这个销售保健品的工作人员 这个反复的宣传 父亲对保健品的认识 可就不一样了 不过呢 李曼呀 还是好言好语地在劝解父亲 我父亲呢 就答应我 以后呢 不再买保健品了 说他喜欢孙子 亲孙子 要给孙女儿 好好的 把这个钱用在钢热上 刀热上 得到父亲的答复 李曼也放心地回去了 可李曼刚一走 李大爷转身 就去找胡大妈的麻烦 李大爷不但没有听女儿的劝 反而变本加厉 无奈 2018年12月 胡大妈提出 要和李大爷终止 结伴合作养老关系 之后 胡大妈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 离开了李大爷家 他虽然花的不是我的钱 但是那些东西吃多了 对谁提也不好 我要是为他着想 人家一提出这个要求呢 我们觉得 没有理由拒绝 毕竟 人家不能跟我父亲一样 背负这么多的生活重者 把生活质量降低 本以为可以好聚好散 可是让胡大妈没有想到的事 在和李大爷结束 合作养老生活的两个月之后 李大爷在未告知胡大妈的情况之下 就把当时胡大妈用来理财的 那个尾号为3596的银行卡 办理了挂尸手续 同时还取得了一张新银行卡 他这些钱也是直接在下的 我们催的银楼也没有多用过 也没有20万银 就算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生活 他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为人 我还是了解到 我父亲给阿姨造成的伤害 真的是感觉到 我对不起阿姨 2019年12月 胡大妈去银行办理 她通过3596的银行卡 购买的20万元理财产品 到期输回手续 才被银行告知 她手持的3596的银行卡 已被挂尸 无法办理理财产品输回 当时直到这个小时候 我们又非常生气 就算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生活 他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最后胡大妈就去找李大爷 希望李大爷 可以为他办理理财产品 输回手续 同时把自己理财的 所有款项还给自己 我去找他 他不得不愿意给我备理 就让他把这二十万十卡了起来 当然卡是我们美元 催养老机的卡 卡了的钱 哎呀 是指钱再下来的 事情发展成这样 真的是胡大妈意想不到的 见李大爷态度强硬 胡大妈只能起诉到法院 要求李大爷 返还自己的二十万元 我妈和李叔之间的相处 我没有参与 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妈在为人 我还是了解的 她肯定不会说 拿着两人的生活费 去做理财 这么有风险的事情 在听说了李大爷和胡大妈的 这种合作养老的方式之后 不少网友表示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养老模式的 接下来我们去互动席位上 去看看网友朋友们 他们有着怎样的看法 这位叫做忙着可爱的网友 他说既然是清醒理性 自愿协商约定的这个组合 那么老年人更要守规则 讲诚信 互相去陪伴 去享受健康前卫的美好生活 我们再看这位叫做连恒的朋友 他说即使看上去 这个合作之前 已经约定的非常完善了 但是毕竟是一块生活 最终闹上法庭 这个事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这位网友 他说呢 其实呀 换个角度想想 遇到纠纷 能够想着上法院去解决 老人的法治意识 是值得肯定 李大爷和胡大妈 签订的这个合作养老约定 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如果要采用这种养老模式 怎样才能够科学合理合法的 去避免这类经济问题呢 关于这些呀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李延李律师 请他呢 给我们好好的解答一下 并且呢 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案例当中的非夫妻劫难养老 实质上是属于同居关系 同居是指男女双方均无配偶 未经结婚登记 便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 本案中 两位老人共同居住 合作养老的同居生活模式 既非夫妻也非雇佣的身份关系 决定了双方在财产上是相互独立的 双方签订的合作养老约定 在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两位老人的这次合作养老 最终是以分手而告终的 令人遗憾 但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思考和教训 一是对于合作养老 还是要十分的慎重 不能把它当作临时拼在一起过日子 所以对于双方的这些家庭经济 尤其是个人品德和性格习惯 要有所了解 不能草算形式 二是事先要签署详尽的协议合同 特别是关于家庭开支 家庭生活 家庭财产等经济方面的事情要细化 不留空白和漏洞 另外对于生活当中相互照顾的权利和义务 也要做详细的规定 三是在共同生活当中要相互尊重 互相谅解 互相关心 相互适应 求同存异 不过在之后的诉讼当中 李大爷和胡大妈那是各有各的说法 李大爷说了 双方每月出资的养老基金并没有实际支出 胡大妈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这二十万元 就来源于双人的养老基金 也就是两人共同的财产 可胡大妈却并不认同李大爷的说法 她说了 双方的养老基金每个月仅仅是三千元 已经全部用于共同生活支出了 没有任何的结余 这二十万元完全就来源于 她个人的积蓄 说白了 就是她的个人财产 应该归她所有 不过就像她说的 我们吹的养老基金没有多用过 一个月价钱 那算下来才十四百多 也没有二十万 何况如果我们也不花那个钱 您平时日常开销是从哪里来 卡给她之前不是卡里面经用钱 我就没有把卡里的钱取出来 由于对胡大妈用于理财的二十万元款项的来源 即因来源而产生的归属问题 李大爷和胡大妈产生了争议 接着 法院通过调查核实 一 胡大妈与李大爷签订的协议里 明确胡大妈借用李大爷的银行卡 并自设密码 自担风险 二 在胡大妈转账二十万元之前 李大爷的银行卡仅有余额零点五元 他确实已将该银行卡内的资金做了处理 三 双方共同生活仅四年 即便双人养老基金无任何支出 累计金额也才十多万元 于李大爷所说的 这二十万元来源于双人养老基金结余明显不符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 支持胡大妈的诉讼请求 但李大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经二审法院审理 认为 一审查明事实清楚 法律适用准确 故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之终审判决 我们作为子女也没有发现我父亲过失 我们也对阿姨表示抱歉 我父亲给阿姨造成的伤害 真的是感觉到很对不起阿姨 希望阿姨在今后的生活中 过得更好 更幸福 李大爷和胡大妈 两个老人一开始的初衷 就是想找个伴 不至于让晚年生活变得孤单寂寞 却不成想 最终还是一个一拍两散的局面 其实要我说 胡大妈在选择借用李大爷的银行卡 去理财的时候 那是给予李大爷充分信任的 可没想到 李大爷最后的做法 却让胡大妈 却让胡大妈酣心了 如今养老的模式 也呈现多元化 个性化趋势 各种新的问题 也会随之产生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老年人 要理性的选择 符合自身需求 以及健康文明的养老模式 科学地去规划养老资金 让自己的老年生活 能够变得更加地轻松 惬意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